7月14号 中俄经贸指数报告2021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正式发布 该报告显示 2020年中俄贸易指数总体保持稳定态势达194.06点 中国和俄罗斯互为全球最大的邻国 两国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典范的一组双边关系 中俄经贸指数报告以中俄两国进出口贸易发展情况为切入点 通过建立可量化的指数体系 全方位多层次的准确反映中国 以及中国各区域对俄贸易的往来情况 科学监测双边贸易发展水平和趋势 中国经贸指数它不仅仅是指中国两国的合作 它是一个站在全局的角度 全球的角度 把中俄合作放在一个全方位的角度去考量 因为中俄合作不仅仅是区域合作 它是维护世界稳定重要的压藏石 中俄经贸指数运行结果显示 近年来 中俄双边经贸合作规模稳步扩大 质量持续优化 迈上新的台阶 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特点日益凸显 2020年 中俄贸易指数总体保持稳定态势 中俄贸易指数 进口指数 出口指数 分别收于194.06点 220.59点 171点 同比增减负2.73% 5.14% 负5.1% 较机器分别上涨94.06% 120.59% 71% 中俄双边贸易结构持续改善 在轻房资源等大宗商品贸易保持稳步增长的同时 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 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显著提升 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正逐年上升 中国对俄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实现双增长 两国双边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 质量不断提升 合作成果丰硕 未来发展态势趋好 那么整体来看 本年度的指数结果呈现出几个亮点 一个就是在疫情的影响下 中俄经贸合作依然保持稳定的发展 可以说态势良好 紧密度提升 韧性十足 二是中俄双边贸易结构持续改善 像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不断下降 像高附加产品 还有一些高科技的产品比重显著提升 第三就是在投资领域 全方位 深层次 宽领域的特点 日益的凸显 像今年也是中俄慕林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 我们预判在当前中俄双边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2021年全年的贸易规模有望再创新高 据悉 中俄经贸指数自2019年首次发布以来 已连续发布三年 其用数字化方式定量展示中俄经贸发展水平和趋势 全方位多层次地反映中国及各区域对俄经贸的往来情况 随着该指数的持续发布 将成为中俄双边经贸合作重要的信息窗口 为从事中俄经贸相关的市场参与者 把握市场动态 洞悉发展趋势 提供数字参考 打造中俄经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